医生严肃警告,这几种食物千万不要再吃了,里面都是寄生虫的窝,100度开水都杀不死,患癌概率提高120倍。 最近,有一些食物引起了人们的关注,这些食物中寄生虫的存在让人担忧,即使在煮熟过程中,这些寄生虫也可能存活下来,让人们对食品安全产生了担忧。 下面给大家介绍以下几种避免食用的食物,寄生虫渣堆,连100度废水都可能杀不死。 1.寄生虫 寄生虫是一类以寄生方式依赖其他生物体存活的生物,它们通过寄生于其他动植物的体内或体表获取所需的营养和生存条件。 寄生虫种类繁多,包括圆虫、线虫、扁虫等。 在人类和动物中,一些常见的寄生虫包括肺息虫、高虫、回虫、宫形虫等。 这些寄生虫可以通过食物、水源、土壤、昆虫、丁窑等途径进入宿主体内。 一旦寄生虫进入宿主体内,它们会依附寄生在宿主的组织器官中。 从而获取养养和生存所需。 寄生虫感染对人类和动物的健康有不同程度的影响。 一些寄生虫可能引起消化道问题。 贫血、营养不良等症状,严重时甚至危及生命。 因此,预防和控制寄生虫感染至关重要。 常见的预防措施包括良好的个人卫生习惯,如勤洗手、饮用安全水源、食用煮熟的食物等。 此外,合理的食品处理和烹饪也是预防寄生虫感染的重要手段。 定期进行体检和驱虫也是预防寄生虫感染的重要措施。 及时发现和治疗寄生虫感染可以避免其对健康造成更大的危害。 二,避免食用寄生虫滋生较多的食物。 食物一,生肉类。 生肉中常见的寄生虫种类包括弓形虫、玄毛虫等。 这些寄生虫可通过食用未经煮熟的生肉进入人体并在肠道内滋生。 令人担忧的是,即使将生肉加热到100度沸水,也无法完全杀死寄生虫的卵和囊体。 因此,我们应该选择熟肉或经过彻底煮熟的肉类来消除寄生虫的风险。 适当的烹饪能够有效地杀灭大部分寄生虫及其卵囊。 通常,将肉类加热至内部温度达到70摄氏度以上能够确保寄生虫被彻底杀灭。 食物二,生鱼片和寿司。 生鱼片是许多人喜欢的美食之一,尤其是在日本料理中。 然而你可曾想过,生鱼片中可能潜藏着寄生虫。 是的,这是事实。 生鱼片中的沟虫、蛔虫、掏虫等寄生虫是常见的。 生鱼片和寿司中常见的寄生虫包括海绵虫、蓝旗、西虫等。 这些寄生虫可能存在于海鱼、淡水鱼以及其他水生动物中。 尽管冷冻处理是一种常见的控制寄生虫的方法, 但它并不能完全消灭所有寄生虫。 某些寄生虫的卵和幼虫可以在极低温度下存活, 并且在食用生鱼片或寿司时对人体造成危险。 这些寄生虫可通过鱼肉进入人体引发严重的消化系统感染。 即使你把生鱼片泡在100度沸水中, 它们也可能幸存下来。 因此,我们应该选择经过高温加热处理的鱼类或其他熟食来避免寄生虫感染。 高温加热可以有效地杀死大部分寄生虫,包括齐卵和幼虫。 通常将食物加热至70摄氏度以上能够确保寄生虫被彻底杀灭。 煮熟鱼肉、烤鱼、炖汤等烹饪方式也是更安全的选择。 食物三,生蔬菜和水果。 生蔬菜和水果中存在着多种寄生虫问题如包虫、蛔虫等。 这些寄生虫通常通过涂染或污染的水源传播到植物上。 因此,清洗和处理生蔬菜水果变得尤为重要。 正确的清洗方法包括使用流动的清水刷洗和剥去外层受污染的部分。 以减少寄生虫摄入的风险,最好持续冲洗数十秒钟,可以有效去除表面的杂质。 也可以将蔬菜水果放入盐水中浸泡一段时间。 可以帮助杀死或驱赶一些寄生虫,然后再用清水冲洗干净。 食物四,生贝类和海鲜。 生贝类和海鲜中常见的寄生虫种类有沸溪虫、沟虫等。 煮熟是最有效的杀死寄生虫的方法之一,但并不是所有的寄生虫都能被完全消灭。 一些寄生虫的卵和幼虫具有较高的抵抗力,即使在煮熟过程中也可能存活下来。 因此,为了确保食品安全,我们应选择煮熟或经过高温处理的贝类和海鲜。 对于贝类煮熟时,应确保它们完全打开壳并达到适当的内部温度。 对于海鲜、如虾和螃蟹煮熟时,应确保它们变色并且肉质变得坚实。 这样可以减少寄生虫感染的风险。 食物五,胃煮熟的豆芽。 胃煮熟的豆芽可能是寄生虫的宿主,尤其是在卫生条件不佳的情况下。 种子本身或在生长过程中容易受到寄生虫卵的污染。 诸如沟虫、宫型虫等寄生虫都有可能在这样的环境中生存。 这些寄生虫对人类健康构成了直接危险。 因为它们可以在消化道内寄生,引起各种健康问题,如腹泻、腹痛、贫穴,甚至是严重的神经系统问题。 宫型虫更是特别危险因为它的孕妇和免疫系统弱的人群极为危险。 可能会导致严重的健康后果,包括流产、出生缺陷及其他重大健康问题。 此外长期携带某些寄生虫还可能增加患上某些类型癌症的风险。 确保食用安全的关键在于彻底烹饪。 将豆芽彻底煮熟,特别是通过将它们放入废水中煮沸至少一到三分钟。 能够有效杀死大多数寄生虫及其卵。 此外,食用前彻底洗净豆芽也是一个重要的预防措施。 因为这可以去除表面的污染物。 食物六,生鱼籽。 生鱼籽是许多人喜欢的美食,尤其是在寿司中常见。 然而,你可曾想过,生鱼籽中可能寄生着寄生虫。 是的,这也是一个令人震惊的事实。 生鱼籽中的早营幼虫、蛔虫和掏虫等寄生虫常常存在。 这些寄生虫可通过食用生鱼籽进入人体引发严重的消化系统感染。 寄生虫不仅仅存在于我们提到的食物中, 它们也可能通过多种途径进入我们的身体。 如污染的水源与病患的直接接触或者蚊虫叮咬。 一旦进入人体,寄生虫可能会导致一系列的健康问题。 从轻微的消化不适到严重的器官损害。 那么,如何有效去除寄生虫呢? 首先,预防是关键。 确保你食用的食物都是经过适当处理和烹饪的。 肉类和鱼类应该完全烹煮, 至中间部分不再是粉红色并达到推荐的内部温度。 蔬菜和水果应该在食用前彻底清洗, 尤其是如果你打算生吃它们。 此外,避免饮用未经处理或煮沸的水, 特别是在旅行时定期健康检查。 如果你生活在寄生虫盛行的地区或经常旅行, 定期进行健康检查是非常重要的。 医生可以为你提供相关的血液和粪便检查来检测寄生虫感染。 通过定期检查, 可以及时发现并治疗寄生虫感染。 药物治疗 一旦确诊为寄生虫感染, 医生通常会开处方药来治疗。 这些药物可以杀死或驱逐寄生虫, 确保遵循医生的指示并完成整个疗程, 即使你的症状已经消失。 这是为了确保身体内的所有寄生虫都被清除。 天然疗法 有些人倾向于使用天然疗法来对抗寄生虫 如大蒜、金银花或丝瓜。 这些天然疗法可能在某种程度上有助于驱虫, 但最好在使用前咨询医生。 增强免疫系统 一个强健的免疫系统可以帮助身体抵抗寄生虫感染, 确保你的饮食均衡富含蔬菜、水果和全麦食品并定期锻炼。 足够的睡眠和管理压力也对增强免疫系统至关重要。 清洁和卫生 保持个人和环境卫生是预防寄生虫的另一个重要方面。 经常洗手,特别是在处理食物和使用洗手间后。 如果你有宠物,确保它们是健康的。 定期接受兽医检查,以减少宠物可能传播的寄生虫。 各种食物中都存在寄生虫问题, 我们只需要采取一些预防措施来降低风险。 首先,我们应该选择正规可靠的食品供应商, 确保它们的食材经过充分的检测和处理。 其次,我们要注意食物的处理和烹饪, 确保将其加热到适当的温度。 以杀死可能存在的寄生虫。 此外,彻底清洗蔬菜和水果也是必要的。 以去除可能潜藏其中的寄生虫卵。 在享受美食的同时, 我们要保持警惕了解食物中可能存在的风险。 并采取适当的措施来保护自己的健康。 记住健康是最重要的财富, 让我们一起远离寄生虫的困扰。 享受安全健康的美食吧!